法定人數不足 詞曲 李宗盛 各位股東朋友早晨 歡迎大家出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2021年的週年成員大會 同時我也歡迎透過網上平台 觀看今次會議的股東朋友 由於疫情關係 今年可以親身到來會場 參與週年成員大會的股東人數有限 所以公司今年繼續提供了網上直播 但請大家留意 收穫網上直播的股東 將不會計入法定人數裏面 也都將不能夠在網上投票 我們今天在台上的人數也都有限制 只有主席 各董事局委員會的主席 以及部分執行總監會的成員 其他的董事就會透過視像參與會議 大家現在可以在屏幕上見到他們 在會議正式開始之前 我想請大家注意幾點 為了遵守政府有關群組聚集的相關條例 及保持社交距離 今天出席的人數有一定的限制 我們明白週年成員大會是一個重要的場合 提供機會給股東和董事局及管理層回面 並提出問題 我們作出了安排 在許可的情況之下 盡可能讓股東有機會提問和投票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下 有關的安排是兼顧了各位的健康和安全的 剛才在進入會場前 都已經進行了體溫的檢測 並且大家都已經提交了健康的新報表 現在讓我再提醒大家幾項其他的措施 首先 在整個會議期間 各位必須全程戴上口罩 在剛才派給大家的環保袋裏裏 有消毒濕紙巾可以用來清潔電子投票機 和全疫兒童機 在會場裏裏裏 也有酒精搓手液給大家使用 第二 會議期間 請各位安坐在所分配的指定座位 以確保社交距離 在有需要的時候 也都方便我們可以追蹤到接觸者 第三 公司已經在周年成員大會通涵裏提到 我們今年是不會派發茶電包 也都不會提供咖啡或者茶 而原先用作購買茶電包的款項 將會捐予非牟利機構銀行館 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稍後 主席將會以廣東話發言 而會議也都會以廣東話進行 整個會議會有即時的英文和普通話傳譯 而即時傳譯也都適用於會議以英文進行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需要傳譯以統機 請向位於會議廳入口處的以統機櫃桌殺取 公司致力提供會議的安排 令所有合資格的人士都能夠參與會議 如同往年一樣 今年的周年成員大會 也都會提供即時的手遇傳譯 並且顯示在屏幕上面 公司在2021年4月16日 技法與股東的信函裏面 提到股東如果有問題想提出的話 應該在2021年5月21日的中午12點前 以書面向公司提出 在主席致詞之後 我們會用大約15分鐘的時間 盡量回答收到的相關問題 之後大會會就今天的決議案進行投票 而今時幹關係 未能夠在大會上面回覆的問題 公司會在會後作出適當的處理 為了方便今天未能夠親身出席 或者收看直播本會議的股東 我們會錄影了今天的大會舉行的情況 而有關的影片 將在24小時內 上傳到公司的網站 方便大家日後重溫 請助作各位留意 如果出現緊急或者火警的情況 而需要疏散 請大家依照較早時 派給大家的環保袋裡面的 火警疏散安全指示 離開會場 如果需要協助 請向配搭黃色工作證的工作人員聯絡 在會議結束之後 大家可以依照工作人員的指示 將第一 電子投票機和智能卡 以及第二 全疫以通機交還到指定的地點 現在 請各位關掉手提電話 或者改用整音模式 現在我有請主席歐陽白權博士發言 各位股東朋友 早晨 大家好 我跟代表董事局及管理層 歡迎大家參加今天2021年周年成年大會 由於新型冠狀病疫情的持續 因此大會採取藥肝特別措施 以減低出席人數受感染的風險 例如繼續限制親身出席會議的股東人數 而且 會議亦會精簡進行 為了日後讓股東能以更靈活的方法 參與公司成年大會 會上 將程證一項決議案 建議修訂公司 將程細則 內部部分內容 稍後 除了和大家簡略回報公司過去一年的業績 我亦會和大家分享公司的業務前景 全新企業策略 以及可門於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願景和行動 今天我邀請了公司的外聘核數師 北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代表 以及外聘法律顧問史力達律師樓的代表 以及一些其他相關人士 出席今天的會議 現場已經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我宣布大會現在開始 相信大家已經收到今次大會的通告 在各位同意下 我動議大會通告被視作敬意宣讀 在審議決議案前 我在此代表公司感謝 將會在本會議結束後 便退任董事局的關玉財先生 及李李嘉麗女士歷年的貢獻 至於董事局成員接任的安排 稍後會有推薦兩位董事局 新成員的決議案 我現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港鐵過去一年的業績表現 公司於今年3月公佈了2020年度業績 新型冠作病的疫情 對集團各項業務帶來不少挑戰 疫情和多項防疫限聚措施 導致港鐵的香港列車乘客量大幅下跌 疫情期間人流減少 公司向商場及車站租戶提供租金減免 亦令車站商務以及物業租任業務的收入 錄得顯著下跌 估計入再繼入公司的經常性業務 物業發展業務及投資物業重股後 設置2020年12月31日至年度 股東應佔正規選為48億港元 是港鐵自上市以來首次錄得全年正規選 儘管2020年困難重重 以及經濟前景嚴峻 港鐵整體財務狀況仍然穩健 考慮到港鐵整體財務狀況及將來的資本需要後 董事局已建議批發 2020年度每股港幣9毫8仙的末期普通股息 我們稍後將會懲請一項決議案 向股東尋求批准 現在我想跟大家講講最近市民關注 與港鐵有關的事情 公司明白大眾對乘車安全的關注 所以港鐵一直以安全為首要目標 更利用不同的技術 進一步改善運作安全及效率 在硬件方面 去年開始 我們試用車底智能檢測機械人 透過圖像分析、人工智能和精準動作控制等尖端技術 觀察車底架的異常情況 我們也設立了數據工作室 透過分析列車營運期間收集到的大數據 作出更多前瞻性的維修保養措施 在軟件方面 公司同時透過各種宣傳活動 教育公眾安全意識 例如在去年 繼續推展一系列扶手電梯安全運動 為提供安全、可靠及衛生的乘車服務給港大市民 我們加強列車及鐵路設施的清潔工作 並採用創新的消毒技術來保障公眾健康 為表達對乘客及本地企業的支持 我們推出一系列的支援措施 包括為乘客提供車費扣減 向我們的商場和車站商店的租戶提供租金寬減 為醫務人員提供免費機場快線車票 以及為在家學習的低收入家庭學生 捐贈平板電腦 我們亦在20個車站設置自動派發機 以方便市民領取免費的新型冠狀病毒樣本收集包 在票價方面 公司在今年3月宣布將會按照票價調整機制 於今年6月27日起下調票價 並於今年4月起推出約5%的車票扣減 此外公司於2021至2022年間 將透過不同的車費推廣活動 為乘客提供除恆常車票優惠之外 超過9億港元壓害車費扣減 以幫助他們度過經濟難關 現在我和大家分享港鐵的全新企業策略 以及不同業務過去一年所取得的進展 為應對外圍環境順適萬變所帶來的種種挑戰 公司已採納全新企業策略 變造未來 全新企業策略以三大支柱為基礎 第一,充分發揮香港核心業務的潛力 第二,維持中國內地及國際業務增長 第三,透過投資科技和智慧出行服務 推動新興業務,創造增長引擎 這三大支柱得到五個推動元素的支持 包括科技、組織架構及流程 人才、財務及改革辦公室 從而令公司的營運基礎更加堅穩 我們以全新企業策略作為路線圖 以可持續更有效的方式 繼續讓城市前行 我們亦在今年一月推出車票二維碼 為乘客帶來智慧出行的新體驗 並增加使用智能資產管理技術 以提高鐵路服務的可靠性 客運業務方面,在疫情之不利情況下 2020年香港客運業務總乘客量 大幅減少31.5% 以至經常性業務的總虧損達11億港元 儘管面對上述困難 我們繼續提供業界領先的營運表現 2020年重鐵網絡列車 按照編制班置行走 及乘客車程準時程度均保持於 99.9%的世界級水平 這實在是各位同事的不懈努力 專業鐵路運作及高水平維修制度的成果 至於新訊號系統方面 我們在去年9月決定延遲啟用新訊號系統 及暫緩將新九卡列車逐步投入東鐵線的計劃 以妥善處理系統重複設定行車路線的狀況 有關狀況並不涉及行車安全 再完成額外測試及取得相關政府部門批准後 東鐵線的新訊號系統及新列車 已於今年2月投入運作 在鐵路項目方面 屯馬線的籌備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 至於紅磡至金鐘站 原本預期在明年第一季的通車目標相當嚴峻 我們的團隊現證、揭力推進工程 至於新鐵路發展項目方面 我們獲政府邀請就鐵路發展策略2014下的東涌線延線、 屯門、南延線以及古洞站及北環線進行 詳細規劃和設計 我們亦在小豪灣車廠地段 未來物業發展項目及新車站的規劃工作 繼續取得進展 有關設計顧問合約的採購流程已展開 而其中部分顧問合約亦已批出 港鐵會繼續審視本身的營運實務 確保我們的新項目和資產更新工程等等 達到世界級的設計、建造和營運水平 物業業務方面 很高興報知大家 港鐵在香港的物業業務表現仍然相對良好 我們在小豪灣車廠地段上蓋的發展項目 將在中長期內提供約二萬個住宅單位 當中約一半將會是資助出售單位 為配合政府的房屋供應政策 我們已於上月批出港島南岸第六期發展項目 以及計劃在未來十二個月左右 完成所需的政府審批工作 為東涌牽引配電站用地 及百姓國通風流用地進行照標 至於東涌東站第一期發展項目 將取決於與政府簽訂項目合約後才進行照標 以上物業發展項目 預計合共將提供約四千八百個住宅單位 上月港島南岸第一期進環已開售 另外拍號莊三亦已取得預售流化同意 預期於短期開售 而港島南岸第二期的物業發展項目 待取得預售流化同意書後便將進行開售 香港車站商務方面 在2020年來自全港車站商務活動的總收入 減少51.9% 主要由於我們向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商戶 提供租金減免 零售使徒在短期內要繼續低迷 我們預計 疫情將繼續在2021年對車站商戶租戶 以致租金收入產生重大影響 終然如此 港鐵仍致力透過在鐵路網絡完善 引入各式各樣的車站零售商店 以及先進多樣化的廣告模式 及不斷提升電訊網絡的服務 為顧客及商業夥伴提供增值服務 內地及國際業務方面 港鐵的內地及國際業務 是公司全新企業策略三大支柱之一 在2020年我們的內地及國際業務 取得良好進展 亦同時為香港以外不同城市 共約13.8億人次提供服務 去年公司於新項目取得良好成績 包括獲批深圳地鐵13號線公司合營項目 三十年的營運及維修服務 開通深圳地鐵4號線北延線 杭州地鐵5號線全線 杭州地鐵1號線三旗 和北京地鐵16號線中段 以及成功獲取及參與 杭州西站南側的交通鐵路為導向發展項目 由於新型冠狀病疫情的發展仍然不明朗 我們預計全球和本地經濟前景仍然充滿挑戰 港鐵的經常性業務 今年亦會繼續因疫情而受到不利影響 但我們對港鐵的中長期前景感到樂觀 港鐵已計劃在未來十年 投資約一千億港元 發展多個新鐵路項目 以及小豪灣車廠物業發展計劃 我們深信 這些新項目能令香港的鐵路網絡更加完善 並且將為香港創造就業機會 為港鐵帶來更多新相機 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 公司深信環境、社會及港管治 能為各持分者創造共享價值 促進港鐵與其他服務對象及社區之間 互動發展或成長 公司以城市先行為使命 透過全新企業策略變造未來 在環境、社會及管治的框架下 確立業務、社會及環境目標 推進業務持續發展 當中我們會將環境、社會及管治這三項目標 融入我們的業務的營運中 包括推動社會共融、減低溫室氣底排放 以及為社會開闊發展機遇 在管治方面 我們亦尋求透過實施一套三度防線框架 改善公司風險管理流程 有關模式 志在保留在業務層面問責性的同時 亦加強執行總監會及董事局層面的保證 從而改進公司的風險管理應對深度 另外,在外聘顧問協助下 我們於2020年第三季度 開始進行董事局平衡 目的為確定港鐵董事局運作 適合推動新企業策略 公司在疫情下 堅守我們作為集體運輸骨幹的崗位 堅持我們服務香港市民的承諾 疫情下,我們的團隊真正做到 Keep cities moving 讓城市繼續前行 與此同時 作為香港社區的一份子 港鐵持續為社區人士及客戶提供不同的支援 透過之前提及的車費扣減 商場和車站商戶租金減免 捐贈口罩 以至到最近在20個車站設置的自動派發機 以方便市民領取免費的新型冠狀病毒 讓本收紮包 凡此種種都是港鐵灣圍社區的精神展現 而以上種種得以實施 全內公司管理層及所有員工 上下一心揭盡所能 在此,我要多謝香港、內地和海外合共五萬多位 努力不懈的員工 他們克服多種困難 甚至在極為困難的2020年 仍然繼續為顧客提供世界級的服務 在此,我再感謝各位同事 最後,我想多謝董事局及管理層每一位成員 對公司作出的貢獻 和對我的支持 我更感謝各位股東多年來對公司的支持 我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多謝各位 好,多謝歐陽白權主席 正如先前所說 在我們進入今天的正式議程之前 會先用大約15分鐘來回答 在今天會議前收到股東提出的問題 主席,第一條股東的問題是 港鐵公司的發展目標是甚麼呢 謝謝主席 多謝,多謝一個股東這個問題 好像我剛才提過 港鐵在40多年來的成績可以說是不錯 但是身為一間公司 我們一定要向將來籌劃 去怎樣去準備將來的新的挑戰 甚至保持我們的競爭力 我剛才提過的所謂三大支柱 例如在香港核心的業務 和中國內地、國際業務所有 和新科技的發展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將港鐵 擺在一個領先的地位 而這間公司我覺得 我們有足夠的人力、財力去做這件事 但是無可否認 挑戰有很多 不過我們大家都知道科技是天天都有新的 所以我們要不停去考慮 有甚麼新的科技 可以幫助我們的同事 讓他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還有有一點我想提的就是 例如我剛才說過的我們所謂ESG方面的發展 我們一定要在這方面做些功夫 例如在減排放方面 我們一定要做些事 在香港大家都知道 香港已經開始搭入老年化的社會 我們在車站裏面 一定要有些事方便上了年紀的搭客 例如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車站裏登 我們那些所謂的路牌 或者檢視牌 亦都是大了 讓它容易看到 所以各方各面 我們都在做這個工作 令到市民出行的時候更加方便 謝謝 謝謝主席 接下來的問題是 有股東對於港鐵公司 是否及時更新主席個人資料的事 看出問題的 麻煩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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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我們法律及管治總監 馬林女士的答答 Jill,請 謝謝主席 我們分析十分謂的議題 多謝股東這個問題,或者這個問題,我想邀請我們項目及工程總監,包立星先生,Roger Billitz. Roger, please. Thank you, Chairman, and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We understand shareholders' concerns that it does take a long time to ge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ilways. In fact, the overall railwa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is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we work very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I mean, railway development is complex. These projects involve huge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it's not unusual for it to take over 10 years for a railway project to take shape, from planning, consultation with stakeholders, detailed design, actual construction, and completion. So we do understand shareholders' concern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to bring these railway development projects to fruition.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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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d then, the 4th question is related to the 小豪灣車廠. The President's question is, 小豪灣車廠的改建的進展是如何? It is also asked, will it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able to build a停車 to be able to use the港珠澳橋使用者?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Okay, my horário. here for the question is, this question is orderlyור 가장 Ohhh oh someone is John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 都是要看看我們工程的進展 以及我們在車廠設施、重置的進度 至於你問到車位的問題 當小豪灣這個項目發展完成之後 我們會提供到有200個公用的車位 給我們的商場和任何其他人士使用 而這個車位的數量都是根據香港我們的規劃準則而定 謝謝 謝謝 接著這個問題是受委代表提出的 就是他問也是一個物業的問題 就是對於港鐵出售海資聯商場的物業 還有扣入德福和popcorn tool 他希望就此提出問題 謝謝你為股東的問題 我也想邀請鄧志輝先生回應 鄧先生,謝謝 好,謝謝主席 就扣入德福廣場議期和popcorn議期 餘下我們的股權 就是作為一間鐵路公司 大家都知道我們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經常性收入 去維持我們在鐵路方面這個高水平的服務 還有鐵路是需要有沉重的再投資 在整個經營期間我們都不斷有很多財政壓力 所以我們都會利用去看看如何優化我們的投資組合 還有在昔時我們都會去收購或者投資在一些優質的物業 令到我們長遠的可持續性的財務狀況 即是能夠得到支持 至於股東你問到關於海之戀在我們港鐵西鐵站 全灣西站上蓋物業這個 我們是作為西鐵公司的物業代理人 這個不是一個港鐵持有的項目 我們可以說去收購它的商場 謝謝主席 謝謝 再下一個問題也是跟物業有關的 有股東提出就是就著德福花園的外場維修表示關注 另外也是在港鐵公司在維修費用上的承擔也有關注 也對於相關總監在這件事上的處理提出了意見 謝謝股東這個問題 由於今天的大會主要都是講公司的整體發展狀況 至於這些個別的問題 我會邀請我們管理階層日後用電郵 向這位股東提問的股東解釋 謝謝 謝謝主席 接下來的問題是2019年期間 港鐵很多的車站設施都受到破壞 請問港鐵公司在這方面的開支是多少 有否報案會否追討有關開支以維護股東的權益 謝謝這位股東的問題 或者這個問題 我想邀請我們車務及中國內地業務常務總監 劉天成先生回應 劉先生 麻煩 謝謝主席 謝謝股東的提問 被破壞的車站設施 經過我們的同事和承辦商的努力 絕大部分都已經收服好了 事實上公司一直都有研究 用不同的途徑去追究責任 和追究有關的損失 例如民事訴訟或法庭 就相關刑事案件 所頒下的賠償命令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下一個問題是一個股東的問題 是英文的 How would the management team seek to maximize shareholders' benefit other than through dividends distribution? Thank you for the shareholder for the question Maybe for this particular question I will invite our CEO, Dr. Jacob Kemp, to comment Jacob,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 Chairman It is not eas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comprehensively in one or two minutes of our try The corporation has built a solid found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Moving forward, I believe our shareholders want our corporation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pursue long term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growth As such, the corporation established a new corporate strategy called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in September 2020 Under the new strategy we have set business targets firstly, to attain the full potential of our Hong Kong core business Secondly, to maintain a steady growth in our mainland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nd thirdly, to develop new growth through new technology We will also work on new social objectives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long term sustainability of our business and the communities we serve creating share values for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our shareholders This strategy will help us to pursue business growth opportunities that support local economies and keep Hong Kong moving and keep cities mov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Dr.Cam 接着的问题就是有几位股东都提出的 就是他们都关注在4月的时候 港铁职员在石劫尾站和幸花村站查票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请港铁公司作出回应一下 多谢这几位股东的问题 或者问题我想请我们车母及中国内地物业常务总监 刘天成先生回应 刘先生 谢谢 多谢主席 多谢股东的提问 其实为了保障已经是给了正国车费的乘客利益 我们一直都有职员不时在港铁的范围内 是做例行的查票工作 而查票本身是对所有的乘客都是一视同仁 今年4月9号石劫尾站的查票工作 当日已经按程序完成了处理 而4月16号的幸花村站的事件也交了给警方调查 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是很适宜作一个讨论 我们一直都有为旅行查票职务的同事提供合适的培训和支援 也不是我们提醒同事要留意和乘客的沟通和互动 尤其在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 是应作出一个合适的临场应变的处理 而为了让同事能够在将来更加有准备 去处理一些个别的情况 我们最近也和一些支援团体进行交流 看看在日后如果要处理类似的个案的时候 是怎样可以加强处理双方之间的沟通 我们会聆听外界的意见 也会同时希望股东和公众理解 我们的前线同事在工作的时候 是会遇到问题 也会遇到困难的 我举个例子 好像单凭外表 又或者当乘客拒绝透露自己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的前线同事是很难去辨别 乘客是不是有特殊需要的 不过我们会继续做到以下为本 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一定改善 我们会很认真对待这些改善的 多谢 谢谢 谢谢 来到最后两条问题 有股东对于车站职员 所佩戴的名牌的款式和格式 是表示了意见 包括字体的大小 还有所有线路的名牌 是否划一设计 谢谢主席 谢谢股东 多谢股东这个问题 或者这个问题 我也想邀请刘天成先生 回应刘先生 吴家主席 我多谢股东这个提问 车站职员的名牌是主要分为市区线 机场快线 和迪士尼线的款式 以知诚下的识别 至于名牌上高我们的名牌的大小 我们都有既定的范本 是被职员跟从的 我们也会有定期的巡查 也提醒我们的同事 确保名牌的名牌的名字 是符合相关的标准的 多谢 多谢 谢谢 我多谢 我多谢主席 和刚才各位港帖的同事的回应 今天会议上回答的问题 就到此为止 未能在大会上回答的问题 公司会稍后作出适当的处理 现在我将时间交给主席 进入正式的议程 在审议各行决议案前 我是根据公司组织章程细则 第七十一条 行使作为大会主席的权利 要求就今天动议的每一项决议案 用投票方式表决 另外 根据公司组织章程细则 第七十二条规定 大会主席有权决定 何时何地 及如何进行投票 我根据第七十二条 行使作为大会主席权利 决定采用电子投票系统 就今天的动议 每一项决议案进行投票 以减少点票的时间 一如以往 我们委任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 作为监票人 他们会点算及核证投票结果 由于采用电子投票系统 结果会在会议厅的屏幕上显示 我们预料会议结束前会有全部结果 并依据上市规则 在公司网站及香港交易所网站上公布 现在我想请监票人代表 李艳兰女士为大家示范电子投票的运作 李女士 多谢主席 正如主席所说 今天动议的每一项决议案的投票 都会以电子投票系统进行 在解释电子投票系统之前 请问是否每位股东 受委代表 或者公司股东的代表 都有一部投票机 和一张智能卡 如果没有请举手要求协助 请确定你的智能卡 已经插入投票机内 如果已经插好 你的投票机平板上 应该显示你的英文名 及持股量 在会议期间 你的投票机可能进入睡眠模式 而没有显示 你可以按电子投票机中间的圆形键 以重启投票机屏幕 予需任何协助 请举手 我们现在用一个无意决议案 来示范电子投票的运作 在邀请各位投票时 我会说请投票 在这个时候 如果赞成请按一 或者如果反对请按二 你的投票机平板上 应该会显示你的选择 如果弃权 请不要按任何制 为了令各位所投的票 被点算到 请在我说完请投票之后 按正确的按针 在我宣布某一项决议案 投票结束前 各位可以投票 或者更改所投的票 在我宣布某一项决议案的投票结束后 各位就不可以再更改你的选择 我现在动议以下用作示范的决议案 你有尝试在香港的酒店留港度假吗 请记住 如果有请按一 如果没有请按二 如果弃权请不要按任何制 请投票 你有十秒时间进行投票 如果你想投票 请根据你的意愿按一下正确的按针 你的投票机屏幕上应该显示你的选择 我现在宣布投票结束 屏幕上将会显示投票结果 投票结果现在显示在屏幕上 公司董事局所有成员建议各位股东 投票赞成大会通过通告内所在的每一项决议案 现在我们处理今次大会第一号决议案 这是一项普通决议案 就是接纳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子年度 经审核的财务报表 董事局报告及核数师报告 相信各位股东已经透过不同的方式 收到或者看到所提及的财务报表 及两份报告书 再得到你们的同意下 我建议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0日子年度 之经审核财务报表 及董事局报告当作已被读出 多谢 如果台下股东对今次大会通告内在的决议案 没有问题 我现在开始进入决议案投票程序 各位 我现在正式动议第一号普通决议案 我们现在就第一号普通决议案进行投票 第一号决议案中英文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如果赞成请按一 如果反对请按二 如果弃权请不要按任何制 请投票 你有十秒时间进行投票 你的投票机屏幕上应该会显示你的选择 我宣布投票结束 第一号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一号决议案所得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一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第二号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这看普通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这看普通决议案就是宣布经公司董事局建议 分派截至2020年12月31日子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息为98港仙 我们现在就第二号决议案进行投票 决议案中英文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10秒时间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二号决议案所得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二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组织章程细则 方正博士 李慧敏女士 邓国斌先生 及许正宇先生将会退任 并会在今次大会参与 重选或推选 我现在进行处理第三A决户A号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重选方正博士 为公司董事局成员的普通决议案 我们现在就第三决户A号普通决议案 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10秒时间进行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三决户A号决议案 所得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三决户A号决议案 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第三决户B号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重选 李慧敏女士为公司董事局成员的普通决议案 我们现在就第三决户B号普通决议案 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10秒时间进行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三决户B号决议案 所得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三决户B号决议案 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第三决户C号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重选 邓国斌先生为公司董事局成员的普通决议案 我们现在就第三决户C号普通决议案 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10秒时间进行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三决户C号决议案 所取得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三决户C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第三决户D号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推选 许正宇先生为公司董事局成员的普通决议案 我们现在就第三决户D号普通决议案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10秒时间进行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三决户D号决议案所得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三决户D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第四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推选许少伟先生为公司董事局新成员的普通决议案 许先生今天亦应邀出席会议 现在请他起立与大家见面 许先生的履历已经在于有关今日会议的公司通涵来 现在我们开始第四号普通决议案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文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10秒时间进行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四号决议案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四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现在我们处理第五号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推选王冠文先生为公司董事局新成员的普通决议案 王先生今天应邀出席会议 我们就请他起立与大家见面 王先生的履历已经在于有关今日会议的公司通涵来 我们现在就第五号普通决议案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文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未有十秒的时间进行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五号决议案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五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第六号决议案 我正式动议重新委任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核数师 并授权董事局利定其酬金的普通决议案 我们现在就第六号决议案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十秒时间进行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六号决议案所得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六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今次大会第一项特别事务 首先 我正式动议第七号决议案 即按照在于大会通告内 有关向董事局授予一般授权 以分配、发行、售出、分派及以其他方式 处理公司立外股份的普通决议案 我们现在就第七号普通决议案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十秒时间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七号决议案所得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七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今次大会第二项特别事务 我正式动议第八号决议案 即按照在于大会通告 有关向董事局授予一般授权 以回购公司股份的普通决议案 我们现在就第八号普通决议案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十秒时间进行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的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八号决议案所得的赞成票超过50% 我宣布第八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我们现在处理今次大会第三项特别事务 我正式动议第九号决议案 即批准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建议 修订及彩立公司新的章程细则的特别决议案 修订建议详程 在于今日会议的公司通行里面 我们现在就第九号特别决议案进行投票 决议案的中英全民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请投票 你有十秒的时间投票 我宣布投票结束 决议案投票结果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各位 由于第九号决议案所得的赞成票超过75% 我宣布第九号决议案获得通过 各位股东 今日大会需要处理的事务已经处理完毕 我宣布会议结束 今日所有动议的决议案投票结果 将会根据上市规则上载于公司网站 及香港交易所网站 厌请各位股东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 将电子投票机和智能卡 以及全疫议统机交还指定的地点 多谢各位今天的出席 多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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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ص adequ 猜 feelings 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